为了庆祝建国百年 其透过跨越宗教、种族与国界而举行的爱与和平宗教祈福大会 8月23号傍晚在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前广场 万人祈愿用爱和全球人类连结 法国生方丈和尚果冬法师亦受邀参与盛会 一同与各宗教领袖代表送念为世界和平祈愿文 并且许下人间有爱、世界和平的心愿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 我们追踪自由与民主 排除万难、勇往直前 用汗水勤劳挥别平衷 走出经济繁荣的社会 让飞舞的土壤遭受破坏 为你的山和大地不再 让我们再用敬畏天地的态度 充实对大自然争执的安息 挥回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活动现场灌溉云集 并且邀请总统马英九先生 以及佛光山开山宗长新云法师 列领致辞 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 有信教的自由 有传教的自由 这是在全世界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品质 还有更重要的 在中华文化当中 在中国历史当中 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一个文化传统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进取的传统 也有包容的传统 爱是人类 一切生命因为爱才有的 爱当然要爱的真 爱的圣 爱的精 所以真实的爱 应该是一个普世的爱 提倡了以后 全民幸福 我们从爱自己 推荐 推荐 接人 要爱别人 爱家庭 倦若 朋友 爱社会 都爱国家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场用音乐串起彼此心灵的跨宗教祈福大会 在各宗教乐舞以及大合唱的悠扬歌声中落幕了 法古山为世界重要的佛教道场之一 致力推广以汉传禅辅教为核心的心灵环保理念 为世界人心提供一股向善的力量 同时也为社会营造一股稳定与祥和乐力的气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